好那創下這個專利的疫苗的豁免 事實上就類似學民藥 臺灣可能某一些疫苗廠 生技廠就有能力製作莫德納 或者是輝瑞製程配方的疫苗 那印度事實上更是學民藥的大國 所以印度也有可能可以生產製造 大量的莫德納的配方 或者輝瑞的配方跟製程的疫苗 那今年的疫情惡化的問題 或者惡化的失控 就有可能得到控制 然而另外方面 全球關注的焦點在G7的外長會議 而且這一次非常罕見 直接聚焦台海和平 G7外長會議已經結束了 結束之後發表了正式公報 而這個正式公報在世界上 是首度兩次提到臺灣 一個是講到這個全世界 當G7在復活的是經濟復甦 所以他們裡面是支持臺灣 有意義的參加WHO和WHA 他特別強調是有意義哦 所以不是過去在外面練習觀察員 有意義 那為什麼有意義 因為他們先前美國提了一個文件 裡面文件特別提到 如果在經濟復甦這個當口的時候 排除臺灣的參加是自取滅亡 所以臺灣在這個狀況裡面 他們認為很重要 第二個又特別提到的是 重視臺灣海峽的和平及穩定的重要性 因為這也跟晶片或什麼有關 而且強烈反對任何可能升高緊張 及破壞區域穩定的脅迫性行動 就是針對中國 而這個時候也是他們很特殊的 在這個公報裡面直接點名 中國就是霸凌者 他們說中國犯下了侵犯人權的罪行 利用自身的經濟影響力 霸凌他國 在這個會議裡面 他們還花了90分鐘 專門講一帶一路如何霸凌各國 中國是一個霸凌者 而這個霸凌者 他們要加強集體的行動力 阻止中國的脅迫性經濟 而美國提了一個案子 這案子是什麼呢 接下來要提出一個G7的 還有相關的國家提出一個有效 而且足以運眾的 共同對付中國脅迫性行為的 共同行為和共同回應 所以整個要對付中國 是非常明確的 在這個對付中國這麼明確之下 另外對於中國的壓力 你看戴貝森不是前印太司令說 六年之內會打台灣嗎 那普瑞澤這個兩岸專家 最近出新說的時候 他覺得說這件事情 也許還有轉圜 而他的轉圜是 寄希望於習近平的智慧 他是說如果說 當然六年之內 有能力不代表有意圖 完全要取決於習近平的智慧 然後他說可是呢 習近平要去思考一件事情 如果你真的打台灣的話 美國現在對中國的觀感 是有點負面 會變成是完全負面 而日本會變成非常負面 然後他這個時候呢 給習近平兩個建議 這一個建議是 兩岸要對話 北京要放下先決條件 特別是不要再提出 明知台灣無法達成的那些前提 比如說承認一中啊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你不要再提了 第二個意見是 希望習近平停止入侵AID力 作為美中關係 美台關係或台灣內部政情的 一個施壓 可是大家說 你這樣一個東西 寄希望於習近平的智慧 很多人都沒信心 包含美國的軍方 所以美國參謀所長 聯席會議主席米利 特別講說 中國現在有57項的軍事科技 包含AI 包含量子電腦 包含機器人正在全新發展 所以這個時候呢 是有可能的成為一個 潛在性的國際動大 會改變掉地緣政治 現在的一個規範 甚至於完全改變戰爭的一個情況 那創下另外一部分 這個這幾天 台北市的警局跟警政 真的是 這個 幾個重大新聞事件都被洗臉 所以台北市現在動起來 說要全面掃黑 從4月16 然後北投之亂 松山之亂一直到千張之亂 警察終於知道要掃蟑螂了 所以他們昨天的時候 陳嘉欣到中山分局 因為抓到了那五個丟著蟑螂的黑衣人 陳嘉欣就宣布 全國開始又要大掃黑 警察終於要動起來了 而在這個時候呢 昨天的時候呢 整個地檢署呢 就起訴了天下地獄局 中山分局八個援警 包庇收賄 五百五十六萬 開始把他們給起訴了 開始要動起來了 而今天呢 整個六號的時候呢 北市警察局和事情大 也宣布說 少可以啟動 立刻有成績 抓了九個竹聯邦漢天道盟 經營賭場的九名幫派分子 他們想要去找一個姓王的人 出來幫這個林姓大哥做翻扣 找不到這個姓王的人 他們就找了這個姓王的一個朋友 姓陳的 押解到 要逼那個王姓出來 押到了那個旅館裡面 用棍子打 一直打 打到手背除了 所以太可惡了 把本抓起來 可是這個時候呢 大家發現那個千章之亂 雖然五個黑人抓了 可是傳說中的祖賢阿民呢 卻可能也找不到人了 因為千章之亂到目前為止 而且這五個祖賢行責很低嘛 然後罰款可能了不起一萬二 就是說他相對來講 是一個恫嚇跟洗臉效果很大 然而罪責跟罰金很少的 這一個行為 效果很大 斷點很多 所以這個阿民就抓不到了 昨天抓以後到目前為止呢 昨天檢察官呢 就說要把他們那個申請積壓 但是最後呢 只有祖賢吳傳斌被收押了 其他人就是交保放出去了 因為他們罪責才太低了 而且行責就算判了 六個月以下可以一顆滑金 所以基本上就是行責太低 但是他們效果太大 但是到底怎麼惹出這事情呢 因為他們五個人呢 中間那些斷點做的事 他們的手機全丟了 所以你沒辦法去追查 所以阿民到底是誰 吳傳斌說他不知道 他只是說他因為賭債欠了錢 然後就臭人找過 現在正在中國的阿民 然後中國的阿民就說 他跟那個巨星會的老闆 吳震南呢 有債務糾紛 一千五百五十萬 如果你幫我討到了 我就給你三成 四百六十五萬 所以這個吳傳斌呢 就想到了張蘭之亂 而且張蘭他還買了三袋 還緊張的時候 在摩托車裡面呢 士林很倒楣 有一袋呢 還在士林逃掉了 所以士林多了 一千多隻的張朗 然後這個時候 他抓了以後 完全斷點之後 他是說 這個東西就是阿民的 阿民是誰他不知道 然後現在呢 警方呢 就依據這個線索 開始要去找吳震南 然後他們確實發現說 去年的時候 九月的時候 因為當初吳震南 從警華樓買下 改成巨星會的時候 投資一點六億 成績是和有人呢 是所謂的投資 還是在金錢的認知不同 他認為是投資 有人認為是借貸 吵了半天 而去年九月的時候 是有過丟名字 是有請到是做法會 但是呢 到了今天錄影的時候呢 吳震南說 因為他帶忙了 所以還沒去警察局 說明相關劇情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所以說明天錄影的時候